他们一个离异 一个未婚 他降价 我说你要跟我在一起过日子接分 打接分证 他却不敢娶 我已经受了 见好这么多个月了 我也受不下去了 他躲到哪儿 他追到哪儿 在远他就跟着过去 有时候上次到刚才找到我 我一下子 我说一百多公里 我怎么突然在这里 出现在你面前 为了找到他 他围追堵截 无所不用其极 他跟我车上张了TPS 我车一定要等他拿去 都动手 拉着我 把我衣服都指过来 为了躲避他 他想尽办法 却还是无力招架 每次我到哪里 都一下子找到 好像人 观察员批评他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在一起的时候虐 分开的时候你又胖 你们两个人 到底谁更需要谁 调解员 却又为他说话 应该看到 他内心的孤独 内心的不爱 他能否找到 爱的正确打开方式 把他带回家 而他 又是否会回心转意 和他共同开启 生活的新篇章 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金牌调解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金牌调解 本节目由豪氏首席特约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 做好面包 每日坚果 每日营养 一瓶搞定 金牌调解指定健康饮品 均摇六种坚果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瑜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谢女士和徐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他能跟我合得下去的话 我就希望打结婚证 如果是不合的话 那就分开 要他补偿我一点钱 大概三四万只 我给不起 那关于你们两个的关系 你是怎么想的 走不下去 认识不到一年 我已经受了煎熬 这么多个月了 我受不下去了 是坚持要分开的今天 就他就不要杀了我 就开车 我当大人开车 他跟我车上张了GPS 把GPS拿过来 把我汽车钥匙拿来 早就拆掉了 一开场 徐先生就表明了分手的原因 恋爱一年不到 就倍感煎熬 现如今不仅被GPS跟踪 车钥匙也被收走了 一忍无可忍 听闻他的诉求 谢女士却大到苦水 称自己是迫不得已 情势所逼 他就是爸爸的利用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谢女士说 一切还得从恋爱之初 他帮助徐先生购买的 一辆大货车说起 他刚开始的时候 不是没有事没有工作吗 我就叫他找份事 或者是我是上班了 他就说上班也没用 要找点事呀 后来他就说 我哥哥有一个车 有个大货车 他原来跑了三年 他说现在不想跑了 卖掉 最后他就要买了 就问我了 那我也考虑想了一下了 如果是自己开个车 也很好是吧 两个人又可以在一起 这样也不挺好吗 我说赚的钱 也可能比打工 可能好一点 我就买了 他出了三万 我就出了两万 他叫我拿两万 我说你自己拿钱 没有啊 没有了 他哥哥是卖九万块钱 卖给他的 开始就付了五万块钱 后来四万块钱 是一个月一个月付的 就是一个月付一万 给他的大哥 这九万的车费里面 你是付了多少 两万块钱 他叫我借钱 我说借钱我就不借 我说你要跟我在一起 过日子结婚 打结婚证 我就给你 拿钱给你买车 最后你出这个钱 打了结婚证吗 没有啊 他就是托我啊 一直在托啊 我当时就给他 让他管了 什么都让他了 看表面上 我开始以为他是老实人 没想到他心眼这么多 我这个人就大意了一点 没防备他 他说我出三万 我不止出三万 借了他两万块钱 将近一个月 现在又说借我的了 刚刚开始就是说 不到一个月 你是说这个钱是借他的 嗯 当时我之前紧张 差两万块钱 就借了他两万块钱 他说了借我 说不借 没说这个话 当时好像是打了条子 然后拿了钱以后 我不到一个月 还给了他了嘛 还我条子也没给我 有借条是后来补给我 有附加条件的 他答应了我打结婚诊 我说拿钱给你可以 在你的借条里面 写了这一条吗 写是没写 他口上说的 当时我也答应 拿地区给他 有一万多块钱吧 借他两万块钱嘛 就是 就是借两万 没有别的附加条件 对于当时 你们两个的未来和关系 你是怎么界定的 他觉得是相处 能走下去 在徐先生看来 谢女士出的那两万块钱 是他借来的钱 还了也就两清了 感情上 他们还是男女朋友关系 这辆大货车 基本上和谢女士 就没什么瓜葛了 但谢女士却不这么想 从一开始决定买车 他就是奔着 和徐先生结婚的目的去的 所以 车子买了之后 他就把徐先生 当成了另一半 把跑货车 当成了他们共同的事业 不仅跟着徐先生 在车上同吃同住 还时常对着徐先生 指点一二 这让徐先生极为恼火 我接货 他要抢手机 他要跟人家谈 他说我跟人家谈的跑 他要去占主导 管你的生意 有因为这个 让你做不成生意吗 是啊 清晨考译跑都平衡去了 跑了几次放工回来 接不到货了 这个货不脱 这个货不脱 搞到最后放工回来了 白发浪费邮件 这么久也就一两次 他肯定是跟我吵架了 我斗气了那是 但是你赌气的话 导致的是你们直接的经济损失 是不对的 我一说说他不听 老是说他不听 我就气得难过 他做生意确实是 你要去控制他 比如说什么货 接什么货不接 没有 他自己接不了 人家躺价反驾 以前他哥哥都这样说 接货又不会接货 说他说话都说不清楚 我就听得好累 我就说你这样说 跟人家这样说这样说 他听我这样说 你就拿电话去说了 等我一说了 他又把电话抢过去 又不要你说 不要你说 等一下自己搞不定了 搞不了了 又叫你拿去说了 老是这样的 你们做这个生意赚到钱了吗 根本没赚到钱 我不如给人家打工 它就影响我组织 谢女士觉得 自己是在帮徐先生 把生意做好 可徐先生忍受不了 而让他更接受不了的是 车子在高速行驶时 谢女士居然不顾安危 总是在一旁干扰 他开车 要我说我开慢了 天天叫我炒车 频频吹我开快车 在高速公路上面 心脏炒得要我炒人家车 车子那个十多米长的车子 难道乱炒车的是吧 一般你开车是多少码在高速上 规定多少码就多少码呀 那他一般催你要开这个快车 他希望你开到多少码 你说八九十码 九十三百码都要我开 这种呢他就会抢方向玩 不是 多假发这种的 谢女士是性子级吗 我跟你讲啊 他说的那个码 到了高速上他开五六十码 四五十码 你说我应该叫他 我说你稍微调高一点 人家上上高速最少是六十码 你到七十八十码也不算高 我说你开得这么慢 到时候你那边接货 人家在那边吹 又在那边等 又耽误了时间 我就这样跟他说的 我没有吹过他 他就说我吹了他 那好好说的 又不是说吹的 我想过可能在于他来说 他开这个速度合适 那你吹他加快速度 可能会有些影响他开车 会有些不好的结果 那是有情况 有人家在吹的情况下 人家那个副主在吹呀 他就没有一个速的 他不管是有人吹 没人吹 做什么 他就依着他自己的那种性格样的 想开多少就开多少 你这种货车上了高速以后 你们的标准的速度是多少 一般的就是70码吧 因为是大货车 不是小车 你一般开多少吗 一差不多是70码 如果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 你不听他的这个安排 不去加快这个速度 他会怎么样 他会骂人 搞得我心情不好嘛 他就是 一开始说他会抢你的方向盘 那是吹的激动了 他就会抢方向盘 不是 那不是很危险吗 在高速上 那不是高速上抢的 高速上从来没抢过方向盘 那在哪抢的 在家门口出来的时候 跟我吵架 我就把他的方向盘抢到 就是那一次 他说法就是没有头脑 这种人 不管是在哪儿抢方向盘 谢女士的做法 都是相当危险的 我们听着都心惊胆颤 更别说 当时坐在车里的徐先生了 徐先生不堪其扰 那个时候 他就想劝谢女士 另外找事做 不要再跟着自己跑车 但遭到了谢女士的强烈拒绝 他又用铁棍打我 然后拦着我车不知道怎么走 刀动手 拉着我 把我衣服都支支破了 徐先生没想到 不让谢女士跟车 会引起谢女士 这么剧烈的反应 然而谢女士却有自己的理由 我就不放心她 我说你这个人 在外面惹女人 谢女士说得理直气壮 她告诉我们 曾经她也试图 让徐先生一个人去跑车 但就在这个过程中 她发现 看起来老实的徐先生 一点也不老实 比如这个静贤到那个南兴 到昌东进宝 我们就住在昌东 我说你卸了货 你早上没事 你不可以回家呀 要吃饭也在家里 也洗澡干嘛的是吧 你吃完的饭再去接货 再去装货 也是一样的 不耽误 她也不来的 我跟那士兵打电话不接 就这样躲着我 怎么会突然这样 就是啊 她突然就变得脸了 吵得我是难过嘛 吵得难过 她不是你出去脱货 然后回家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对 她回来就是经常吵的 反正认识她不到一年 反正吵了七八个月 就这样的 这一次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突然就 把她电话也拉黑了 人也找不着了 因为我一下高速 这么大幅 一公里就要几块钱 是吧 几十个 一二十公里就五六 六十块钱 人家跑下来飞 就回来吃下早饭 三百块钱 就发得来不 不回来 她就电话 不管你再开车 不开车 电话一直不停地这样 你是为了省钱 啊 省油费嘛 那你跟她说清楚啊 说了她不同意 她不理的 有这个必要吗 如果你把她当成个家 因为那个脱货 就是那几天有货脱啊 当过人家 人家都是早上找得去 每次搞得我是最晚去 最晚去搞得我 卸货又卸不倒 货这个货 不在乎不是说 你说什么时候 就能装就能装到的 要干去厂家的 她这个人就是借口多哦 我说的真的就是什么都借口 还有一次啊 我在家里不是考那个科摩 是去学习车嘛 就我刚出去 她后面就偷的出去了 出去跑车了 跑车了 我回来就找不到人 我就问你又到哪儿去了 她说跑车去了 我说你跑车去了 你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她就不说 她说我晚上回来的 等到晚上 她一个人没回来 也不告诉我在哪里 告诉我 她就是再远 她就跟着过去啊 你就是为了不让她跟车 就偷了出去跑车 啊 她就是我管了她 她说我跟着她不方便 到外面玩女人 或者不 玩了谁了 她就想偷了出去玩了 就是这样的 一再地说 她在感情上面 其实对你也不忠诚 她到底做了什么 有让你觉得怀疑的 她在联邦那两个月 我在家里 她回来的时候 走来走就在我身边 我就闻到一股味道了 那种药味 好重的那种 不晓得什么药味 第一次两次我还没注意 后来次是多了 我经常这样想 我心想怎么 有这个味道啊 我就那天就注意了一下 她身上 你走我身边一过 就有股味道 我说你身上什么味道啊 怎么走我身边 一股药味呢 后来我就这样想 我说你到哪里了 你身上怎么这么 没洗澡呗 怎么怎么好 我说不费啊 你以前也没有这种味道 不洗澡也是 后来几次我就问了 她就不承认 说没有味道 哪有味道 后来她就是打电话 不接了 她出去了好久 我就打电话 不接了 就是关机 或者是不接电话 不接微信了 把我拉黑了 对于徐先生一出门就不接电话 不回微信 还拉黑的做法 一种强烈的不安 在谢女士心里 油然而生 她担心 徐先生生了二心 但又没有证据 为了逮住 动不动就躲开她的徐先生 谢女士默默地想了一个法子 可提到这个法子 徐先生就气不打一处来 她跟我车上张了GPS 在南东市 一边带了什么角落里面 小路上 把车子停在小路上面 她就找到我 一时上次到高安去 她找到我 我一下子 我说一百多公里 我怎么突然在这里 出现在你面前 现在她没告诉我 说她怎么去的 那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去年十月份 是装了GPS去找到她的 对 我是装了 听过去是蛮可怕的 你突然就会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是知道她这个人 做事不告诉我 她走的也是偷走的那点 我就以为她有什么女人 或者是在车上啊 干嘛的 我就觉得就这点 没别的意思 就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多吗 很多十多次了 没有 就是一次 就是一次啊 每次我到哪里 都一下子找的 打开她门 扒车上 她怎么也不下来 就这样的 有十多次这样的情况 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好像人哦 你怎么知道我 她就是不说我 你什么事要知道我 打开车门 你看我跟别人 车上有别的女人吧 你在看车上有别的女人吧 有的别的女人吧 然后那天我回家了 我在收抽离嘛 找到GPS 跟踪定位器 这个盒子 我就叫她到车上去取 她就取出来了 然后她不知道 又放哪里去了 车子钥匙要等她拿去了 这个事她逼得我 每次打电话不接 发微信不接 走了就是这根 没有人样的 你装这个电位是为了 为了监视她吗 我就看她到哪里 接受到了有吧 发现了问题吗 有啊 前天晚上我弄好了饭 她不在修车吗 叫她回来吃饭 好哦 回来了在路上 我要多久啊 20分钟到半个小时 我说好了 那我就等了 等到半个小时 等到晚上8点钟 等到10点多钟 还没看到人 她人呢 不晓得到哪去了 后来打电话就不接了 我跟谁都不 开始接了一下两下 那你通过GPS找到她了吗 找到了 她到了几个地方 有什么可疑的没有 她到了女人家里 但是可能没有人在家 我估计是那个万科小区 还到了一个厂里面 我估计她在 到了人家里 没碰到到厂里找人家 没找到 后来又飞去 飞到自己修车的地方 又飞来 又飞到家里 再往家 被我碰到了 那你有问清楚吗 我突然改变了主意了 又又不想回家 我说你不想回来 你也打去折服了 你不吃饭 也要跟我说一下了 她就不理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因为我修车 可能要有些人买卖东西 晚上买东西 搞了一下小折子 我根本没找人 找了谁 我跟谁同发基础杂了 对于谢女士的怀疑 徐先生百口莫辩 是敢怒而不敢言 就这样 两人一个追 一个躲 僵持了大半年 如今 徐先生实在忍不下去了 我国家就是好累 这样在一起 你不愿意我跟你 刚开始八个月 我就觉得好累 我也说了 分手都是不拉的钱 你刚刚也是不分手 当时徐先生是愿意分手的 是 我就是不服 现在他利用我完了 现在自己可以开车了 徐先生想分手 而谢女士却不甘心 她觉得自己被利用了 当初她慷慨解囊 给徐先生凑钱买车 是因为徐先生答应和他结婚过日子 如今车买了 生意做起来了 徐先生却迟迟不肯和他结婚 现在还闹分手 无论如何 他也不接受 如果徐先生坚持要分手 就必须给自己补偿 要分手就给我点钱嘛 要赔偿我嘛 大概三四万只 承受不起嘛 承受不了嘛 那么 谢女士所要赔偿的要求合理嘛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 又将如何看待 他们之间的问题 我先跟你们两关系定个意 其实你们是以夫妻名义同居 因为刚刚女方当时提出来 即便要分的话 得分点钱 这个呢 我们在法律这个层面 帮你们分析一下 供你们参考 那辆车 我个人开始认 我认为啊 可以说是一个 岸份共有关系 这台车 岸份共有 但是后来 你说 把她的投资款也好 借款也好 已经还给她了 还付了一万多块钱 相当于 分享了一部分的利润嘛 因为那是赚在来的钱 那么这台车 我跟你讲 因为你后面把钱还过去 两人谈妥了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退火了 这个事结束了 车还是南方的了 那么收益也所谓南方的 第二个就有关 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 在这个婚恋关系当中 目前的法律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它目前也没有 哪一个条文 来支持一个这样的主张 和提法 谢谢女士 听完你们的故事 就是一个字脑袋里面 这个字 真的是好急的那种性子 我知道 你好急说 我脾气好急的 我觉得一个人急 其实他体现的是 一个人的焦虑感的严重性 活了几十年 你为什么会那么的焦虑 你遇到了一个男人 觉得他人比较老实 长得也还不错 人也不坏 还有一技之长 希望跟他建立稳定的 持久的夫妻关系 我觉得你这个初衷想法是好的 但是我们对于 我们心仪的男性 如果没有一个通盘的考虑 生活习惯 思维模式 生活态度是否一样 价值追求是否相同 就开始把前头进去 就开始赶快抓住他 要他领结婚证 这就叫急 这种急呢 就会产生一个后果 会让对方觉得 好可怕 因为我都还没有了解你 我也还没有适应你 你也不知道是否适应我 我们彼此都没了解 然后你就要抓住我 那我就先逃了再说 所以他会 从你家里 把衣服拿走 把车开出去之后呢 他就不想回来 在外面待几天再说 他的这种 所谓的逃的行为 都是因为在你的急的 这个状态下 的正常反应 一个男人会抓狂 因为不等我思考 不给我机会 让我去理顺这些东西 你没理顺 也不让我理顺 你一认识了他以后 一门心思 一心一头 希望跟他过日子 你的内心的本质 的想法 动机 我觉得是对的 可是心急吃不得热豆腐 你可以一心一头 但是你行为上 不能这么仓促 给别人一个喘息机会 了解你的机会 谢女士 再婚的家庭 其实男人想找一个 什么样的女人 我用两个词语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词语呢 叫尊重信任 男人嘛 因为如果之前都没有一个 完整的家庭 他的内心肯定有很多情感 都是特别渴求 所以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很尊重他 很信任他的女人 因为这样的话呢 他能够找到自己 在家庭当中的 尤其是一个新的家庭当中 他要有的一种地位 我是一家之主 我是男人 我可以在外头去打拼 去挣钱 然后我可以把老婆 养在家里头 但是老婆呢 对我一定要很信任 而且非常的尊重 第二个词语 提醒一下你 叫脾气柔和 为什么我会把这个词语 用在这儿呢 都不是十几二十岁了 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女孩子脾气一急躁 那可能讲几句话 不大妥贴 别人会说 哎呀小姑娘算了算了 忍一忍让一让就算了 几十岁了 也是有儿有女的人了 如果你的脾气 还不够柔和 你那么的急躁 遇到问题 啪一下就跳起来 哪个男人受得了 哪个男人敢找 这样的女人呢 对不对 我也是逼他逼的 原来我也没有 无论谁怎么去逼 你应该要知道 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你未必是为了他 你要变得脾气柔和 你自己从身体的角度上 从给子女做示范的角度上 从将来你要和儿媳 和女婿相处的角度上 你也得脾气柔和一点啊 拿铁棍打人这个事情 我相信你那个时候 肯定是被逼得已经 就是都快活不下去了 就发燥了整个人 那是他打了我以后 可是你要知道 在那种发生矛盾 和冲突的情况之下 无论你是去夺方向盘也好 还是你去反抗也好 和对方发生肢体冲突也好 那样的一个形象的女人 你试想一下 哪几个男人 敢把这个女人娶回家 那几十岁了之后 对自己改改脾气 慢慢地把脾气变得更好一些 可能感情的道路 就会更顺利一些 徐先生你觉得 女人想找一个 什么样的男人呢 很有钱的 高大威猛的 颜值一流的 肯定不是吧 对吧 都是再婚了嘛 对于他来讲 他有过不幸的婚姻 我觉得女人想找 什么样的男人 也有一个词 叫做靠谱 那么在这段 感情关系当中 我提醒你 别忘了 徐先生 在一开始 你们情感关系建立之时 女方是拿出了诚意来的 那两万块钱 是他诚意的一个表示 他的这个诚意表现出来 就是为了告诉你说 我是想和你在一起过日子 所以我尽管可能没什么钱 但是我要把这个钱拿出来 我们共同经营好 自己接下来的生活 这个诚意 它是实实在在 摆在面前的 那么如果试想一下 他遇到的是一个 特别靠谱的男人 这个男人会因为 他在关键的时刻 愿意帮自己一把 而更加的心疼理解这个女人 那么男人呢 也应该要在更靠谱的时候 去做一些更靠谱的事情 比如说钱拿到了 车买了之后 我们怎么样在利润的分层上 怎么样在对对方的 这个情感关怀上 我们多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样的就会让一个女人感觉 我这个钱 这个诚意 我没有白表示 因为这个男人很靠谱 但是我想在这点上 可能徐先生你并没有满足 他一开始对于这份情感的需要 第二个词叫做安全感 是 两万块钱 他所谓的追回来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追回来的这一下也就意味着 他内心更加没有安全感了 他有很多脾气不好的 很急躁的地方 但是他是很渴望 在这份情感关系里面 有一个靠谱的男人 给他安全感的 我觉得你没有做到 你可能更多的时候就会想 这个女人脾气不好 歇斯底里的 影响我工作 所以我不愿意去对他好了 但是情感关系 哪里那么顺利的 你也是曾经有过恋爱经验 你也应该知道 两个人的磨合 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遇到一点问题 你就退缩 那对这个女人来讲 他就更加没有安全感 于是他的脾气 就会变得越来越发狂 那到最后 两个人原本在对方面前 好的那一点都不见了 都变成了恶语相向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责任 我认为应该是 你们双方共同承担责任的 这位女士啊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容易抓狂的女人 为什么这么抓狂 因为你太害怕失去了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相处的状态是什么呢 在一起的时候 争吵不断 然后对于你来说呢 分开的时候 你又怕 怕分开 我能感觉得到 你们两个人出见的时候 我相信都是那种天涯 同事天涯沦落人 彼此需要在一起还是不错的 但是相处下来呢 你不是缺乏安全感 我个人觉得你是 极度缺乏安全感 我很少用这个词 去形容一个人 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当他缺乏安全感的时候 他很需要大人去保护他 但是跟大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又非常的反抗 因为他怕大人抛弃他 你就像这样一个人一样 这块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跑车的时候 你要跟 然后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要给他装GPS 那我就感觉 你就像一个妈妈一样 你把他当做一个孩子 其实他不是一个孩子 你把他当做一个孩子 紧紧地搂在怀里 然后你给他灌输 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你是不行的 你是离不开我的 可是你们两个人 到底谁更需要谁呢 还有一个你说他不回家 他躲着你 我感觉他真的是怕了你 他吵不过你 所以跟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 尤其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 从我客观的角度来说 相处起来代价极大 就是我得到你的好 但是我要付出的代价特别大 所以你要把自己的问题解决 才能够在今后的关系当中相处 我先跟女士交流 你一日看三回 一下就要直奔主题 一下子就要拥有幸福的生活 一下子要有一个非常可靠的老公 这个是违背规律的 第二个 你感动了你自己 但为什么感动不了他呢 你心里面其实是有委屈的 在这里我要提醒你的是什么 你感动天也好 感动地也好 其实都是为了感动你自己 或者你只做到了感动你自己 可是他不舒服 很多人是以爱的名义 其实是主要是为了立即 这个也不是不好说 每一个人都是首先要考虑到自己 但如果你只是考虑到自己 忘记了要先让别人开心的话 那两个人就很难真正融合到一起 所以总而言之 你要追求幸福 你千万记住 不是追求一个人的幸福 幸福不可能是一个人的 幸福一定是同时的 这个婚姻永远都是要两个人同时的 舒服的 心甘情愿的 不要因为自己是在追求婚姻 追求家 就觉得做什么都可能是对的 不能简单地把两样东西困在一起 我要有个家 所以我就可以管你 管是管不出爱情 是管不出婚姻 那管不出幸福 只有什么 吸引感动 这个两个人的相处之道 那对这个徐先生来说呢 一开始奔着男女关系来的 就是你没打算 将来要正儿八经进入婚姻关系 其实你是没用的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那刚好他这边也是错位 谢女士错位就在于 想直接跳过恋爱关系 进入到婚姻关系 你这边是从男女关系开始 想停留在男女关系 所以你很多做法呢 不主动使得他抓狂 你现在会觉得 他的很多做法相当过分 让我窒息 但你忽略了一点 你给过人家一点 主动关心吗 主动维护 所以你也不要只盯着他有那些抓狂的行为 应该看到他内心的孤独 内心的不安 你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规划 你是想自由过下去呢 还是想静下心的好好找一份感情 找建立一个家庭 你要明确地给自己一个方向 调解员胡建云 给双方都提出想法和建议 那么他们听进老师们的劝解吗 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由朱永卓和廖席玉两位老师 分别与他们沟通 徐先生认可谢女士的好 他告诉我们 日常生活中 谢女士对他照料得很好 只是脾气急躁起来 这种冲动敏感 总是怀疑他的状态 让他一忍再忍 实在受不了 我是比他逼的这样 当时拿钱给的 我是说了你接分我就拿钱 你说借钱我是不会借的 怎么都不会借 相信相信 他就说好吗好吗 答应吗 答应接分吗 可以吗 然后就拖着不接 就拖着不接 就是拖着不接 然后让你就不知道 我做的这些为了什么 对啊 就我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 结果没有结果 对对对 我就觉得好有气 谢女士解释 他要赔偿 也是因为心里不服气 心里想的更多的 还是希望能和徐先生 好好走下去 以前他开车也不费开 到处这里打点凌工 住两天 不要 或者是他坐不穿 那里打两天凌工 又没有正式的 我就看到他这样流浪的一个人 我对他开始是有点怜悯 后来也是对他有点感情的 有感情 我明白有感情 其实也不是他对你 一点感情都没有 他已经说了 就是我之所以开车回去 绕来绕去 就是想回又不愿意回 谢女士坦诚 自己放不下徐先生 而朱永卓老师也提醒谢女士 他冲动急躁的脾气 很容易让徐先生产生退却之心 帮了他很多 然后在帮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也着急 你也越界 你也去控制 对 有点 然后在帮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你确实是帮了他 但是这种相处 他是不愿意的 所以我们各自去谈各自 那我就是以后 今后跟他去相处的时候 就少一些控制 可以 少一些控制 少一些越界 就让他的事情自己去做主 可以 但是他这边也要正常地 去跟你沟通 是啊 你正常跟我沟通 我肯定愿意 我也不是说不愿意沟通 假如说他改掉这些人 他各自各的事 或者怎么样 还是要不就抽一下 把GPS撤掉对吧 那都来 对 给他给你嘛 车子钥匙拿回来 你还是要去做事 要赚钱对吧 叫他也去上班 叫他也去上班 去自己找份工作 找份工作 就不用跟车 不用跟车 那家里的生活开支呢 家里开支 我还可以出 我只可以 你还是出 但是 但是我就说到外面去了 开支支了 不方便回来 不可能放工回来的 是放工回来要开支的 是吧 他不能要求我什么时候回来 你也调整 但是你到外面去 你也给人家打个招呼 那你也会担心呢 我这个男人去了哪里啊 你比如说我出车去乐安 比如说我出车去干州 有几天我拿什么货 有时也要跟他沟通一下 如果我不回来 我也没告诉你 你比如说跟他四个把评啊 对吧 跟他语音通话呀 让他放心安心啊 知道吧 他放心安心 他的情绪就不会去骚扰你 你也会被他的情绪数干了 这都是互相的一个结果 互相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话说回来就是 如果你们两个人要想 比如说你要想想何 那我就选择相信他 我相信他可以给时间 你要打开微信 有时候他如果是接电话 接微信 我是相信他 他如果一关掉 我就心里没底药 情绪是相互感染的 信任有时也是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果徐先生能主动沟通 谢女士能少一些猜疑 不那么急躁 两个人也还是有可能走下去的 密室进行到这 双方似乎都是朝着相合的方向发展 而这时 谢女士提出了一个要求 却让气氛变得凝重起来 就是没结婚 结了婚我就不惭 谢女士认为 只有一纸结婚证 才能给他的未来一份保障 可是当廖喜玉老师 把这个想法转达给徐先生的时候 徐先生却犹豫了 他决定到场外冷静冷静 显然 他对谢女士能否改正自己的坏脾气 两个人是否能长远走下去 还是没有信心 廖喜玉老师耐心安抚他 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 徐先生决定再给彼此一个机会 难道你的意思刚才跟我表达这样讲的是吧 两个月的时间 如果说考虑好了 你就带他去打结婚证 给他一个合法的身份 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 那么是什么让徐先生打笑了顾虑 选择相信谢女士的 而谢女士又能否做出调整 让彼此更好地相处呢 我们回到现场 继续回到调解现场 来看一下两位的想法 先再相处一下就看了 还是愿意再相处一下的 试一段时间 对 谢女士还是有感情的 差不多吧 那谢女士呢 我也愿意 她有时候能试老实一点 我也愿意再给她一点时间 我知道我脾气有点急事了 脾气的亏 我以后也会慢慢调整改变一点 看能不能再走到一起 不是人相处好就更好 那关于那个GPS呢 我也会拿掉吧 我就做我自己的 他做他的 互相给一段时间 我就告诉你 你只要让这个男人 在外面奔波的时候 想到回到你身边 是干干净净开开心心的 如果他走到哪里 都还要担心 你会不会怀疑 你会不会盘问 你会不会去调查 他只会越走越远的 把自己做好嘛 哪个男人不希望 有一盏灯火在等着他呢 徐先生慢慢收心 真的 你需要一个家的 真的 你不是需要一辆车 啊 调解到最后 我们看到 一直在这段关系中 都显得较为被动的徐先生 终于主动地 去握住了谢女士的手 我们有理由相信 当他下定决心 再给彼此一个机会的时候 他的内心 也有一份笃定 那就是 对谢女士 这份真心的认可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其实有时 会像沙子一样 并不是握得越紧 就越能抓得住 希望回去之后 谢女士 能重新调整心态 不要再让自己 陷入焦躁不安的情绪里 要学会放松 有一句话不是说吗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你若精彩 天自安排 所以丰富自己 比追赶更有吸引力 婚姻问题 家庭矛盾 财产纠纷 朋友冲突 工作麻烦 要赶做赶 不好做 你真的要不翻 你还是怎么样 也许这就是 你现在面对的困境 怎么办 解决矛盾 选择调解 请拨打 0791 88340791 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 提供帮助 保障权益 解决矛盾 警戏卫视 金牌调解热线 0791 88340791 来调解 省心省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